阿姐出嫁前 却被一彩花贼毁掉清白 阿姐婚事被退 阿爹气得病倒 阿娘哭瞎了眼 而那个横行江南的彩花贼转头却成了安国侯府平遥郡主的贴身侍卫 听闻京城来的平遥郡主 心地善良 平易近人 是个极好说话的脾气 尚在病中的爹爹为了给阿姐讨一个公道 带着我跪在了郡主跟前 那个彩花贼摘了面具 露出郡秀的眉眼 换了身侍卫服 规规矩矩地跟在郡主身后 态度恭敬万分 全然不似那夜的轻挑和嚣张 但他说过的侮辱之言却让我永难忘记 与我一夜风流 你阿姐还看得上那病秧子书生吗? 外头不知多少女人想爬我的床 你阿姐能被我夺了身子 是她的福气 小美人 你这样穷追不舍 可是也想与我春风一度 郡主亲手扶起了阿爹 又摸了摸我的头 面上尽是心疼和不忍 老人家 你放心 我必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周遭百姓纷纷夸赞 都道郡主真是身名大义 我亦满怀西记 期望她能人如其名 可郡主给的交代 竟是要把阿姐许给那个采花贼做娘子 郡主一脸温柔善良地说 阿卿本性不坏 只是一念之差 才犯下错事 她向我承诺过了 她会改过 反正你家女儿的婚事也不成了 不如就叫她们成亲 她何其长 一派的天真烂漫 这怎么不算是天赐良缘呢 那个叫许清的采花贼丝毫不掩饰面上的贤物 轻蔑地看了一眼我和我阿爹 郡主莫要被这户人家欺骗了 我那时留下了二十两银子做补偿 他们也收下了 本来这是早已过去 如今见我为郡主做事 又巴巴地贴上来 真叫人恶心 我气昏了头 你胡说 那二十两银子我们根本就没要 我阿姐明明都快出嫁了 你害得她被退了婚 害得我爹生了病 我娘哭瞎了眼 结果姚身一变成了郡主的侍卫 就说是我们攀扯你 我呸 像你这等卑劣不堪 轻挑下贱的小人 给我阿姐提携都不配 许清煞时阴沉了脸 小贱人 你再说一句 阿卿 郡主一声轻斥 许清瞬间收敛了脸上的怨毒之色 她占红了脸 竟还有些委屈和羞恼 郡主 您别听她胡说 那件事都过去多久了 她爹娘的病 与我何干 郡主撑她一眼 又面色不渝地看向我 你这丫头好生没教养 本郡主与你出主意 叫你阿姐有个好归宿 你却在这里出口成赃 我满心愤愤 不顾我爹的阻拦 大声道 一个人品低劣 没脸没皮的银贼 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女子 又害得多少家庭横遭厄运 郡主出身高贵 享受百姓供奉 难道不该替这些无辜女子伸张正义吗 为何要罔顾王法 偏袒这个何该千刀万剐的银贼 许青看我的目光像是要杀人 郡主也羞恼地红了脸 大胆 我爹吓得陡如筛糠 在身后拼命拉扯着我 我不管不顾 死死地瞪着许青 许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郡主起身来到我身前 苦口婆心地劝道 我知道 此事是你阿姐受了委屈 你心中怨对 也是应该的 可阿清本性并不坏 他这样说着 有些惋惜无奈地看了许青一眼 他只是一时形差踏错才会犯下错事 许青的脸色顿时由阴转情 他眼里甚至浮现出了泪光 瞧着十分动容的模样 我只觉得荒谬和难以置信 然而更令人愤怒地还在后面 只见郡主面上浮现出了韵怒之色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他既已认错 你也不该如此不依不饶 郡主 我还要争辩 我爹却忽然捂住了我的嘴 将我死死按上怀中 郡主娘娘莫怪 小女士失心疯了 才会一时口不择言 郡主娘娘说得对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是小人过于愚昧了 郡主脸色瞬间明朗 他白白手 十分大方地说 无妨 他也是互解心切 既然你们这样抗拒本郡主的安排 本郡主也不为难你们 他抬了抬下巴 用施舍的语气说道 便赐你们黄金五十两 换个地方好生过日子去吧 我爹带着我千恩万谢地离开了郡主暂居的府邸 临走时许清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 他只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 而后转头就堆起笑容去奉承郡主 我来不及分辨他眼中的深意 就被我爹拽了一个猎切 他急匆匆地拉着我回到了家中 一到家便赶我去收拾行李 我娘听见动静 摸着墙从卧房里走出来 当家的 出什么事了 郡主不肯替兰儿主持公道吗 我爹面上是不加掩饰的愁苦 他眉头深锁 沉沉叹了口气 扬州城已经容不下我们了 我们回老家去 我娘的眼睛里已经流不出泪水了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悲鸣 我可怜的兰儿 我心头生起浓浓的不甘与愤恨 我爹仿佛看穿了我 他捏着我的肩膀 眸色深深 眼下保住全家性命最要紧 只要活着 将来未必不能报仇雪恨 我心头一惊 墨地想起临走时许青的那个眼神 还有他看向郡主时眼睛里藏不住的依恋和欢喜 他那样牙字必报的人 被我当着郡主的面骂了一通 想来已经记恨上我了 他如今是郡主的贴身侍卫 郡主明显是喜爱他的 而我全家都是平头百姓 他想要我们消失在这世上 简直不要太轻而易举 巨大的惶恐与不安包围了我 我只得忍下心中的恨意 匆匆去收拾一家人的行李 来不及多话 等我爹将租好的马车赶回来 我也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带着阿姐和我娘坐上了马车 阿姐自那件事后便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 这些时日一直缠绵病榻 人也浑浑噩噩不慎清醒 我与娘依偎在他身边 连哭也不敢哭 我爹强撑着病体在前头赶车 一路马不停蹄 直到出了扬州城的大门 我心口悬着的大石方才往下落了一点 不敢驱逐驿站 天黑后 我爹带着我们寻了个隐蔽的地方休息 娘带着阿姐睡了 我悄悄钻出马车 爹 明日你教我赶车吧 你身子本就没好拳 再这样奔波下去 只怕会支撑不住 我爹原本脸色疲惫 愁眉身索 却在看见我的瞬间舒展了眉头 好 样儿长大了 也懂事了 我的眼眶却瞬间湿润了 爹 对不起 我不该在郡主面前那样鲁莽的 听到郡主要将阿姐和许青配成一对 我就该知道这位平遥郡主名不副实 是不能为阿姐主持公道的 结果我一时意气上头 不管不顾地说了实话 惹恼了郡主 也让许青既恨上了我们家 不关你的事 我爹好像一日之间老了十多岁 他叹了口气 是这世道如此 我们不过一介平头百姓 如何能和侯府的势力相抗衡呢 我听得心酸不已 又深感愤懑 我爹抬起头 和蔼地笑了笑 去睡吧 明日爹将你赶车 等我们回了老家 还是和从前一样过日子 我怀着这样的期望回到马车里睡下了 可第二天一早 我掀开车帘 看见的不是我爹宽厚慈祥的笑脸 而是他苍白的 没有一丝血色的脸 他仍旧是昨晚的姿势靠坐在树下 可颈尖却多了一道两指宽的血痕 皮肉分离 依稀可见白骨森森 许青从树上天然落地 笑得轻挑又肆意 跑啊 怎么不跑了 晚春时节 我的微风已经退去了寒意 阳光也变得暖意融融 可身处其中的我却丝毫感受不到暖意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 看着我爹死不明目的尸体 看着许青细血得满不在意的笑脸 只觉得一颗心像是被泡上了冰水里 透骨的冷 我娘跟在我身后 双手摸上我的肩膀 呀 怎么了 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嗅着空气里浓浓的血腥味 声音已经开始发抖 当家的 当家的 阿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身后 她直愣愣地看着不远处爹的尸体 背豪一声 爹坐在地 我将他们挡在身后 死死地咬住唇 不让眼泪落下 小美人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昨日在郡主跟前 不是很伶牙俐齿吗 许青面上笑着 眼中却杀意浓浓 我本来没想过要杀你 可你和你爹实在是不知好歹 竟敢到郡主跟前胡言乱语 坏我的名声 幸好郡主怜我 不曾被你们的屋檐汇语蛊惑 说到郡主 许青的眸光柔和下来 唇角也微微上扬 俨然一副春心萌动的模样 可目光落到我身上 又转瞬变成了嫌恶与憎恨 按理说 我该多谢你 要不是你昨日咄咄逼人 郡主也不会更加心疼我 可我不想谢你 我只想杀你 她笑起来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我给你一刻钟的时间 你若是能跑出这片树林 我就放过你 要是不能 我就 我拽着我娘和阿姐就往外跑 马儿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许青放走了 我娘的眼睛又看不见 我只能紧紧地掺着她的胳膊 又牵紧了我阿姐的手 可这片树林人际罕至 遍地都是荆棘和泥泞 我和阿姐倒还好 我娘却一连摔了好几个跟头 到最后 无论如何 也爬不起来了 你们走 快走 不要管我 快走 她慌乱地推聚着我和阿姐 一双无神的眼睛看向虚空处 呀 兰儿 不要管娘了 娘只会拖累你们 你们跑吧 跑得远远的 阿姐时隔半个月 终于哭嚎出声 娘 我心痛得快要裂开 可不远处许青的脚步声已然响起 我娘一把将阿姐推上我怀里 撕心裂肺地吼道 走啊 我只能拽起阿姐一路狂奔 回头时许青已然来到我娘身边 她手里的长剑还沾着我爹的血 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白光 她冲我阳唇一笑 然后直接捅穿了我娘的身体 我目自欲裂 却见我娘口吐鲜血 眼睛里也流下血泪 但她不声不响 死死地抱住了许青的双腿 许青挣了两下 眉挣开 于是恼羞成怒 又一次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我不忍再看 只能忍住心中滔天的仇恨和愤怒 和阿姐朝着树林近处透出一线天光的地方狂奔而去 我记得 我爹带我们休息的地方离官道不远 眼下约莫是尘时 正是官道上往来人多的时候 若是能回到官道上 说不定就有一线生机 可命运弄人 我们逃出了那片树林 面前却不是人来人往的官道 而是一处断崖 我站在崖边朝下望 只见崖壁怪石临寻 底下江水滔滔 俨然已到了绝路 阿姐攥紧了我的手 面如死灰 使我连累了你和爹娘 都是我的错 阿姐 我打断她 心脏因为紧张和慌乱在胸腔里扑通狂跳 你听我说 这不是你的错 是许清她卑鄙无耻 草菅人命 使平遥郡主罔顾王法 是强凌弱 是他们的错 与你无关 许清她心眼儿比针尖还小 我在郡主跟前骂了她一通 她只怕恨我入骨 不杀我不死心 我将阿姐推向崖边那条隐蔽的荆棘遍地的小路 我拖住她 你快走 走得远远的 再也不要回扬州城 阿姐已泪流满面 不 此事皆因我而起 爹娘已死 我不能再叫你 为我丧命 你走 我来拖住她 要 阿姐 我忍着眼泪 急声道 眼下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你先走 我再伺机而逃 要不然我们两个都走不掉 你听我的 沿着底下这条河一路往北 除了扬州城的地界就是淮宁 你别走官道 绕路上城 过了淮宁就到了穷州 穷州是贤王的地盘 我来不及多说 只能匆匆叮嘱几句 阿姐满眼是泪 再不舍也只得转身离去 我将路口恢复成原样 然后又钻上了树林中 不出所料 撞见了追来的许青 我做出惊慌失措的模样 被她逼至断崖边 她没发现异样 目光中燃烧着捕捉到猎物的兴奋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已经超过一刻钟了 可是我不想放过你 怎么办呢 我恨恨地瞪着她 别在这里装枪做事 你要杀 就索性干脆些 许青眸光一力 面上却笑了 我改主意了 我不杀你 我要折磨你 我倒要看看 你待会儿还能不能这样伶牙俐齿 许青大概真的恨极了我 她下手狠辣 却朝朝避开了要害部位 她像猫系老鼠一样 将我玩弄于鼓掌之中 看我痛得脸色扭曲 浮在地上艰难喘息 她就畅快地笑出了声 不是很能说吗 不是瞧不起我吗 她高高在上 像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 轻蔑地笑道 不如你现在给我磕几个响头 我就考虑待会儿下手再倾歇 给你个痛快 我慢慢起身 吐出一口血沫 痴笑道 想让我给你磕头 下辈子吧 然后冲她的眼睛扬出一把沙尘 转身就跳下了断崖 身体飞速下坠 我看着许青不可置信又恼恨万分的脸 只觉得心头倡议 我没想过我还能活下去 冰冷刺骨的江水淹没了我的口鼻 寒意流窜至四肢百骸 我已经感受不到疼痛 想起死相凄惨的爹娘 想起不知所踪的阿姐 想起面目可憎的许青 我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挣扎起来 奋力朝上游去 可我实在太累了 黑暗逐渐侵袭着周遭的光亮 一个浪头打过来 我瞬间失去了意识 压儿 快起身了 你骑大叔骑大婶都快到了 你怎地还赖在床上 压儿 压儿 怎么叫不应 这孩子 莫不是昨天夜里着了凉 小鸭 你再不起身 骑大哥送来的桂花糕 我可就一块儿都不给你留了 半明半暗的光影里 我爹带着我娘早已远去 阿姐在不远处冲我招手 笑容温柔又宠溺 我又急又慌 想叫爹娘 可我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想爬起身来追上阿姐 可我浑身酸软 提不起一点气力 我急出了眼泪 只觉得痛断肝肠 终于 阿姐身影渐渐模糊的那一刻 我叫出了声 阿姐 可应答我的不是阿姐 只见一抹青涩的身影匆匆朝外走 嘴里还叫着 夫人 那姑娘醒了 耳听着分杂的脚步声传来 我眼前一黑 又晕了过去 在醒来时 天色已经黑了 而我身边守着好几个丫鬟婆子 见我醒来 皆是一脸欢喜 夫人 姑娘醒了 被她们称作夫人的 是个约莫四十多岁的妇人 书高纪 着华福 一看便知气度非凡 而此刻 她正满眼热切欣喜地望着我 仿佛压抑着某种情感 眼中隐隐泛出了泪光 孩子 你感觉怎么样 可还有哪里不舒服 就我的人是英国公夫人李氏 而这里已不是扬州城 而是百里之外的宁州 英国公夫人来宁州探亲 却不想在江滩上捡到了被冲上岸的我 我昏迷这半个月 她请来了宁州大半的大夫 令她们务必要将我治好 我醒后 她更是带我关怀备置 体贴入微 还时常以一种怀念 不舍 忧伤的目光看着我 我从照顾我的嬷嬷口中得知 原来是因为我长相笑似她早逝的小女儿 听闻我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姐姐流落在外 英国公夫人更是有意带我回京 将我收作养女 而我也终于想起 为何英国公的称号听上去如此熟悉 平遥郡主的未婚夫 就是英国公世子贺眼 我知道 这将是我报仇的唯一契机 我认了英国公夫人做了养母 随她回了京 她给我取名叫贺燕 将我安置在京郊的别院中 到了京中 我方才知道 原来李氏与丈夫英国公的关系并不好 甚至是儿子贺眼 她也不甚关心 若不是贺眼娶妻 国公府中无人掌事 她是不会留我在别院 一个人回国公府的 贺眼和平遥郡主成亲当日 我也溜出去看了 只见世子玉树临风 郡主娇俏美丽 一对新人格外登对 而许青也换了身喜庆的衣裳 亦不亦驱护卫在新娘子身旁 世子与郡主拜天地时 她就混在人群里 目光哀伤又痛苦 带着爱而不得的眷恋 与忠心的祝愿 深情地望着郡主 仿佛画本资里的悲情难二 哪里还有杀我爹娘时的恶毒与狠辣 我鸡翘地弯起唇 冷冷地盯着她 恨不能将她碎尸万段 她似有所感 墨地抬头 我赶紧往人群里一钻 眼看着她在人群里四处张望 神情警惕着开始搜寻我的踪迹 我突然被人往后一拽 一声惊呼卡在喉咙里 李氏面色担忧 目光中又含着几分审视打量着我 你这孩子 我不是叫你好生修养身体吗 怎么跑出来了 带我出来的丫鬟翠玉面色慌张 我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迅速泛红的眼眶里含着泪 小心翼翼地道 嬷嬷说 娘每次回国公府都会不高兴 我担心娘 所以就想跟来看看 李氏眼中的审视顿时就退去了 她有些诧异 又有些动容地看着我 妈撒了一下我的手 心疼道 手怎地这样凉 她交代身边的嬷嬷送我回别院 我隔着墓里 看见许清晨这一张脸在人群里四处搜寻 便洋装好奇道 那位是新娘子带来的侍卫吗 怎么像是在找些什么 李氏的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 我跟随嬷嬷离开 听见李氏在身后冷着声道 将那人给我抓起来 不懂规矩的东西 若是惊扰了客人该怎么得了 走到门口时回头望 就见许清满脸屈辱地被一众家丁压了下去 这里可不是扬州城 天子脚下 全是鸭人 就算他武功再高 也要顾忌一二 我没打算 现在就能仗着李氏的宠爱替爹娘报仇 他说我做养女 是因为看在我与他早逝的小女儿相似的容貌上 可说到底 我与他如今也才结识了几个月而已 就算他看在我这张脸的份上 杀了许清给我爹娘报仇 那么平遥郡主呢? 平遥郡主出身高贵 如今又做了他的儿媳 就算他不关心鹤眼 可鹤眼说到底也是他的儿子 他不会傻到为了一个外人毁了英国公府和安国侯府的姻亲 更何况 如今鹤眼和平遥郡主新婚艳儿 正是恩爱的时候 我就算想下手 也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我要等 等我在李氏心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等鹤眼、郡主、许清三人之间出现裂缝 我在伺机而动 但现在动不了平遥郡主和许清 给他们点苦头吃吃还是可以的 幸好 李氏因为小女儿的早逝而对英国公生出隔阂 带着我久居别院 一年到头都回不了国公府几次 避免了我和平遥郡主的见面 我得以在别院里安心养伤 我来到京城快一年 才和鹤眼与平遥郡主见了第一面 鹤眼他从未见过我 但因着李氏对我的宠爱 他看我的目光寒酸怠度 颇为不平 平遥郡主倒是笑意盈盈 从自己手上顺下一个羊枝白玉的镯子戴到我手腕上 温声叫了句妹妹 我却看见他眼里掩饰不住的鄙夷和不屑 本来还担心会被他认出来 可见他这副样子 我心里陡然生起巨大的荒谬感 他竟然忘了我 在扬州城 他随口一句话就将我们全家推入了地狱 可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竟然将我忘得干干净净 心中恨意滔天 我不动声色 朝鹤眼和平遥郡主露出个怯怯的笑容 鹤眼和平遥郡主此来 是劝说李氏回国公府的 一家主母常年居住在外 像什么样子 可李氏一听他们的来意 想也不想就叫人送客 娘 鹤云已经去世五年了 春怡也死了五年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下心结 随我回家呢 鹤眼百思不得其解 李氏大怒 气得身体都哆嗦起来 羊手就摔过去一个茶杯 你给我滚 滚 鹤眼铁青着脸 带着平遥郡主扬长而去 李氏呼吱呼吱喘着气 一把掀翻了桌上的茶具 浮在岸上红了眼眶 我吓得瑟瑟发抖 却还是跪下去 依偎在他腿边 娘 他转过脸来 那双星红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我 眸光呼地软下来 他抱住我 痛哭失声 鹤云便是李氏的小女儿 她死时 刚过了九岁生辰 李氏与英国公束手边疆 大儿子鹤眼留守京城 养在国公府老太君膝下 小女儿鹤云生在边疆 自小便养在夫妻俩眼前 五年前 边疆战士又起 李氏便派人将小女儿送回了京城 可等到他和英国公平定战乱凯旋时 回府却只见到了小女儿清白肿胀的尸体 鹤云是在国公府的池塘里淹死的 很荒谬 可事实如此 更荒谬的是 李氏查到害死小女儿的罪魁祸首 是借居在府中多年的表姑奶奶 而全府上下 包括她的枕边人和十月怀胎生下的儿子 全都护着那个罪魁祸首 而如今 鹤眼更是叫自己亲妹妹全名 尊称一个杀人凶手为长辈 李氏不恼恨她才怪 我在心底骂了一声鹤眼蠢祸 感受着李氏怀抱的温暖 心中竟然有些不适滋味 我与她虽然遭遇不同 可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同病相怜 我侍奉李氏越发尽心了 她看我的目光渐渐退去了审视和打量 换作了满满的疼爱与慈祥 她真的将我当作了亲生女儿一样来疼爱 甚至为了我以后的终身大事 带着我搬回了国公府 和鹰国公缓和了关系 为着这桩事 鹰国公也发自内心地接纳了我这个养女 这是我从照样成为贺燕的第三年 也是贺眼和平遥郡主成亲的第三年 最浓情蜜意的时候早已过去 昔日天真单纯的小郡主 为迟迟没有消息的肚子愁苦了脸 听信了外头的流言蜚语 将贺眼看得越发紧 贺眼最初还能耐下性子安慰 可仕途不顺 她本就满心烦闷 郡主还一个劲地缠着她哭闹 她终于没忍住发了一次火 自小养尊处优 被人捧在手心里腾宠的平遥郡主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委屈 那日 世子居住的南院吵闹不休 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 贺眼顶着脖子上的抓痕 气势汹汹地出了府 而她前脚刚走 后脚许青就上了南院 我在城里的酒楼找到贺眼时 她正借酒浇愁 喝得脸颊通红 她眼神仍旧清明 看见我 历时皱起眉 你来做什么 我叹口气 叫小二将暖胃的粥承上来 将酒撤下去 我知道哥哥心中难过 可再难过 也要顾及身体才是 这样喝下去 只怕要将身子喝坏了 这三年 在我的努力下 贺眼不再敌视我 她只将我当作一个只能依附国公府才能活下去的弱女子 再加上我对她敬重有加 爱重十分 威胁不到她的利益 她便勉强换我一生妹妹 我面色担忧 轻声细语 她脸色缓和下来 接过了我手中的粥 嘴上却道 你知道些什么? 燕儿当然知道 我急道 郡主嫂嫂嫁进来三年 哥哥待她一心一意 连房里伺候的老人都遣散了 三年多房里不再上人 只郡主嫂嫂一个 怎么不算是情深义重呢? 鹤眼面上有些动容 我又道 子嗣的事情抢求不得 郡主嫂嫂着急 可也不该将气发到哥哥你身上 我了解鹤眼 她自负又自傲 怎么可能会觉得自己有错? 更遑论子嗣一事 在舆论中 女子天生就占据烈士 但我也清楚 鹤眼和平遥郡主之间的感情 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挑拨的 所以我劝鹤眼回去好好安慰平遥郡主 不管旁人说些什么 更重要的是你和嫂嫂夫妻齐心 鹤眼将这句话听进去了 她仿佛想起了从前和平遥郡主在一起的甜蜜回忆 不乏急切地回府去了 我站在茶楼之上 细微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现在在南院之中 平遥郡主应该倚靠在许清怀中猪泪连连吧 鹤眼将许清暴打了一顿 逐出了国公府 他本意是想杀了她的 但奈何郡主拼命阻拦 又提起他们从前一起闯荡江湖的情谊 鹤眼只得捏着鼻子将许清放走了 许清刚出国公府 就被平遥郡主的人接走 好生养在了城北的一处小院里 当晚 我就让人将许清给劫走了 郡主怀疑是鹤眼对许清下了死守 为了这个执心好友的安危 她歇斯底里地去质问鹤眼 我与阿清是清白的 你为什么不信 她是我们的朋友啊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没做过的事 鹤眼自然不会问 可她也不辩解 她冷冷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妻子 为了别的男人哭泣伤怀 她的心也凉透了 自此 平遥郡主和鹤眼之间的隔阂 便再也化解不了了 许清一日找不到 他们之间便一日不能恢复成从前的亲密无间 鹤眼归家的时辰越来越晚 索性搬去了书房休息 而平遥郡主呢 她仍旧挂心着许清的安危 和往常一样等着鹤眼到她跟前去赔罪认错 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已和她离心了 我将这件事告诉许清的时候 她眼里流下眼泪 满满都是对郡主的心疼与爱恋 而后她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这个贱人 是你搞的鬼是不是 英国公府带你这样好 你怎么能做出此等下作的事情来 我很惊讶 下作 比起你做的那些事 我做的这些算什么 难道是我叫郡主和你抱在一起的吗 她目光愿毒 我理直气壮 再者 是英国公府收养了我 又不是郡主收养了我 她红杏出墙 勾搭上了你 我心疼我世子哥哥 当然要想办法将这件事告知给她了 许清目自欲裂 贱人 你这贱人 早知道 我当初就一刀将你们全家都杀了 她丝毫没有后悔当初的举动 看我的目光恨不能将我千刀万挂 像你这等卑贱的平民 不过是靠着一张脸 才得了国公夫人的喜爱罢了 你就是个死人的替身 难不成还真将自己当成国公府的小姐了 我呸 你也呸 她耻笑 我告诉你 最好尽快将我放了 否则 若是等郡主的人就我出去 我在她跟前揭发你的真实身份 我一刀捅上了她的小妇 她不可置信地瞪大眼 我面无表情 使劲将匕首在她的身体里搅动起来 啊!许清的身体颤抖起来 无法抑制地发出一阵哀嚎 鲜血溅到我的脸上 我笑起来 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啊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天兵将士 所以才是凡人为蝼蚁呢? 可你瞧!你也是肉体凡胎 不过一刀罢了 你怎么就受不住了? 杨母是将门之女 我自三年前伤好后便一直体弱 她便亲自教我拳脚功夫 意在强身健体 而我一直等着手刃仇人的这一天 所以学得格外认真 我使着巧劲儿 叫她痛不欲生 却又不至于流血而死 许清大约是从没受过这样的苦 她脸色战红 神情扭曲 眼中恨意惊心 她越恨 我便越开心 一开心 便又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 扑斥一声捅上了她的幼腹 她冷汗沉沉 恨声吐出一句话 贱、贱人 你要杀 就干脆点 反正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 我问她 你有没有觉得 你这句话十分耳熟 她一愣 绞尽脑汁 终于想起来 三年前 我不是就说过这句话吗? 那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你要折磨我 你要让我生不如死 哈! 你瞧 现在生不如死的人是谁? 话音刚落 我便直接拔出了匕首 她腹部飙出一道血溅 淋了我满头满脸 可我却越来越兴奋 果然 你人卑贱不堪 血也是又腥又臭 我满不在意地抹了把脸 兴致勃勃地握着匕首 我给你刻个字好不好? 你叫许青 可干得尽是混账事 不如我在你脸上刻上银贼两个字 向全天下宣告你的身份 许青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惊恐 她想挣扎 可整个人都被绑在柱子上动弹不得 只能用嘴虚张声势 我警告你 郡主不会不管我的 我是她的执心好友 若是让她知道你这样对我 你 第一笔就歪了 我烦躁地抬起头 仰手就甩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郭躁 然后不等她反应 紧握着匕首重重滑下 我素来是个细致又认真的人 就算许青惊叫连连 拼命扭动着脑袋要挣扎 可我叫人按住她的头之后 迎着她越来越惊悚 恨不能杀人的眼神 我还是将银贼二字刻好了 不仅如此 我还十分贴心地在许青的额头和下巴上刻了四个字 我是贱人 可好了 我亲自端起一面镜子给许青看 那四个字就当是我送你的 怎么样?满意吗? 许青看我的眼神终于戴上了恐惧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崩溃了 恨声骂道 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你不满意呀 我扔了镜子和匕首 好脾气地笑道 没关系 我还有好法子伺候你呢 我冲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然后吩咐人将她带下去上药医治 她的武功早就被我废了 本就被暴打受了重伤 眼下又被我给补了两刀 再不治的话 恐怕真要流血而亡了 这么轻易地死掉 岂不是便宜她了? 我吩咐人给她用最好的伤药 几天后我再过去 她肚子上、脸上的伤都已经开始愈合了 见我来 许清强坐镇定 照样 你现在放我走 我可以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 我杀了你爹娘 你也给了我两刀 咱们一笔勾销 你若是真下狠手杀了我 郡主若是知道了 她必定不会放过你的 她声音微颤 就连自己都没察觉自己眼底残存的恐惧 我像是听见了天大的笑话 难以置信地盯着她 你不会真觉得你这番话能吓到我吧? 你心爱的郡主如今自身都难保 哪里还顾得了你啊? 许清脸色一变 急切道 你说什么? 你将郡主怎么了? 你 我懒得在和她废话 拍拍手 历时就有人引着数位衣衫蓝绿浑身恶臭的乞丐上来了 我知道你的喜好 所以替你找来了这么多身强力壮的男子 怎么样?还欢喜吗? 许清仿佛猜到了什么 她疯狂地挣扎起来 破口大骂 你怎么敢? 怎么敢? 你疯了吗? 等我出去 我必要将你碎尸万段 你在江南一带 一共坏了六十五名女子的清白 害得十七名女子投糊而死 十八名女子上吊而亡 十一户人家家破人亡 十名女子疯癫度日 受尽欺凌 我渐渐脸去了脸上的笑意 冷冷地看着她 你怎么会觉得你还有出去的机会呢? 不让你尝遍那些无辜女子所经受的痛苦 我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放你去死呢? 那些浑身脏臭的乞丐淫笑着逼近 许清脸上终于出现了哀求的神色 我知道错了 我错了 三小姐 你放了我吧 三小姐 我在门外从日头高照站到了天色见昏 听着里面一声笔一声凄厉的惨叫 我只觉得像三福天礼吃了一碗冰酥烙 浑身舒爽 我带着翠玉绕路去酒楼里买了一包养母爱吃的糕点才回府 谁知道刚上门 平遥郡主就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一巴掌就打了过来 贱人!我让你挑拨离箭! 余光瞥到不远处鹤眼匆匆而来的身影 我顺势往地上一坐 眼泪瞬间落下 嫂嫂 平遥郡主恨恨地瞪着我 别叫我嫂嫂 哪户人家有你这样挑拨凶嫂关系的小姑子? 她还要再打 高高抬起的手腕却被鹤眼抓住 平遥 鹤眼神情不耐地将她推开 转头就缓和了语气来扶我 铅儿 怎么样?疼不疼? 平遥郡主快气疯了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我温声细语的鹤眼 爆发出一声尖叫 鹤眼!我才是你的妻子 一个是和其他男人不清不楚、骄横跋扈的妻子 一个是关心她爱重她 将她当作亲哥哥一样来静默地结语花 鹤眼的心从看到我被平遥郡主打倒在地的那一刻就偏了 她将我护在身后 满脸失望和愤怒 你到底在闹什么? 平遥!你明知你我之间的问题和鸭无关 你做什么要打她? 平遥郡主泪流满面 她愤恨地指着我 如果不是她从中挑拨 你为何这半个月都不曾踏上我院子一步? 春云都告诉我了 她每次都端着汤去书房找你 一待就是好几个时辰 她一个养女 又不是你亲生的妹妹 谁知道你们都在做些什么 她越说越起劲 越说越觉得是真的 看我的目光充满肚恨 丝毫没发现鹤眼的脸色已经黑了下来 怪不得你娘替她看了这么多家青年才俊都不满意 感情是勾搭上自家人了呀 这倒是方便了 打着兄妹的旗号 啊! 空中残影掠过 平遥郡主脸一偏 那半张脸迅速红肿起来 唇角都淌出了血 她难以置信地看着鹤眼 你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鹤眼也被自己的举动惊到了 她皱起眉 面色有些松动 我立时抽气了一声 嫂嫂 你当真是误会了 我和哥哥是清白的 我 平遥郡主恨不得冲上来 将我活思了 贱人 闭嘴 鹤眼面色冷沉 低鹤道 我看要闭嘴的人是你才对 你自己做尽了那些肮脏事 就看所有人都是龌龊的 我告诉你 魏玲 雅儿虽然不是我的亲妹妹 可她进了鹤家就是我鹤家的人 她是英国公府的三小姐 我不许你再伤害她 羽霸 她拽着我的手就走 我急坏了 哥哥 嫂嫂也是一时情急罢了 你别这样 她将你打成这样 你还护着她 鹤眼恨铁不成钢 拉着我头也不回 走得飞快 我神情焦急 可回头时 却对气得面色清白的平遥郡主 弯了弯唇脚 一直到走出去很远 我仍能听见她的尖叫 见人 见人 鹤眼和平遥郡主间的矛盾 并非一朝一夕间造成的 而是日积月累的爆发 未成亲前 鹤眼带着平遥郡主四处游历 救下被追杀的许青 许青对天真善良的郡主一见钟情 而郡主救下她 也是因为她生了一张俊美逼人的脸 鹤眼原本看中的是许青的身手 她不介意结交一个江湖豪杰 将来多条门路 或是将许青收为己用 但得知许青是采花贼后 鹤眼第一反应就是要带着平遥郡主远离许青 但平遥郡主不肯 她对许青生就了无限的同情心和包容心 她为许青辩解 说她不是故意的 她也有自己的苦衷 于是许青就将自己的过去娓娓道来 原来她曾经也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 只是幼时父亲外出经商 经常一走就是半年三个月 母亲寂寞难耐 就会将男人带到家里来 她撞破了这桩丑事 为父亲抱不平 母亲又气又急 就虐待她 威胁她不准叫这件事告知父亲 结果 后来父亲还是知道了 那对奸夫淫妇杀了她的父亲 还想杀了她 然后独占财产 幸而好心人路过 将她从那对奸夫淫妇手中救下 她认了那好心人做师父 学了一身本领 但童年遭遇终究是留下了阴影 她觉得天底下所有的女子都和她母亲一样 水性羊花 三心二意 所以她要代替老天惩罚他们 至于平遥郡主 她说 她是她见过最单纯可爱的姑娘 她至纯至善 身份高贵 而她只想待在她身边做一个侍卫 用生命护卫她的安全 甚至为了待在平遥郡主身边 她愿意尊赫眼为主 为她办事 赫眼觉得很荒谬 可许青针对的是女子 又不是男子 更何况她并没有触犯到她的利益 而她身手矫健 是个可造之才 所以 哪怕赫眼明知许青喜欢她的未婚妻 但为了将这个身手矫健的人才掌控在手里 她还是答应下来 赫眼与平遥郡主成婚后 许青就留在英国公府为她办事 郡主像是看不清许青带她的情谊一样 口口声声称她为知心好友 从前许青知道分寸 赫眼也相信自己的妻子 可自从那日在南院撞见两人依偎在一起之后 她就不确定了 只是那日被她撞见了 还有她没看见的时候 她的妻子和许青是不是已经做过更亲密的事情了 再加上平遥郡主误以为她杀了许青 成日在家中为了许青捶泪 还拒绝与她同房 赫眼更加确定 郡主与许青恐怕早就勾搭上了 偏偏这时候 平遥郡主还倒打一耙 污蔑我和她兄妹乱伦 这一举不亚于火上浇油 她倒不一定是真心疼爱我这个养妹 可对于自己的枕边人 她早已对她失去了信任 生出了憎恶 哥哥 你不该为了我和嫂嫂争吵的 我捂着红肿的脸颊 坐在窗边捶泪 神情黯然地捶下头 若是因为我的过错 拆散了你和嫂嫂这样一对碧人 那我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别和我提她 什么碧人? 我赫眼自认对她忠贞不二 可她呢?水性羊花的贱人一个 看向我 赫眼的目光便柔和下来 嫣儿 你就是太心善了 你为她说了那么多的好话 真心将她当成嫂嫂来尊敬 可到头来换来了什么? 你放心 哥哥不会叫你这一巴掌白挨的 赫眼坚定道 哥哥会为你讨个公道的 我笑起来 用如沐依恋的目光仰望着她 嗯 我相信哥哥 赫眼眼神恍惚一下 目光越发温柔似水 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她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她一走 我的脸色顿时就冷了下来 平遥郡主说得不错 我确实在勾搭赫眼 但更确切一点来说 是引诱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和赫眼发生任何亲密举动 我只是为她煲汤 关心她的身体 为她排忧解难 当一朵善解人意的结语画 然后用静默的目光 将她奉作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对比相处了三年 疑似早就红杏出墙 越来越不讲道理 格外专横跋扈的妻子 我就像一片及时的春雨 很好地抚慰了她的心灵 更何况 养兄妹这个身份 不仅给她画出了一个安全的范围 同时也在她动了心时 增添了一份禁忌感 她不爱我 但她喜欢我 而且是介于情人和妹妹之间的喜欢 我确信 除我之外 平遥郡主是第一时间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在赫眼第一次为了我打了她 还抢逼着她到我跟前赔礼道歉后 她就开始疯了事地针对我 在养母和养父跟前告我的状 刻扣我院中的奋力 在外散布有关我的谣言等等 她不知道 她的这些手段实在是太拙劣了 拙劣到赫眼一眼看穿 她越折腾 赫眼对她就越厌恶 对我就越心疼和喜爱 平遥郡主被逼急了 她直接到养母和养父跟前说 我迟迟不嫁人 是因为我和赫眼有私情 石破天惊 养母震怒之下 抬手就将茶杯砸向了她的额头 她瞬间头破血流 而赫眼眼睛都眉眨一下 跪在爹娘面前 斥责她风言风语 我也跪在地上 绝望又羞愤地朝郡主道 嫂嫂 我不知道哪里招惹到了你 你要说这种话 这不是叫我去死吗? 她眼窝凹陷 目光怨毒 你敢说你没有吗? 你分明日日和赫眼在书房里干那事 什么养兄妹 我呸 我哭得近乎昏厥 翠玉和赫眼身边的长髓也跪倒在地 证明我每一次去书房时 他们俩都在旁伺候 我和赫眼从来都是以兄妹相处 从无余举 平遥郡主被关了禁地 反常的是 她竟然没有像从前那样大喊大叫 被拖下去时 她怨毒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脸上 甚至还翘起唇角笑了一笑 赫眼也看见了 她张口就骂 真是疯子 转头又伸出手来拉我 嘴上安抚着 一二 无事吧 我色缩了一下 没像从前那样将手搭上去 而是往杨母身后躲了一下 头也不敢抬 无事 然后随杨母离开 临走时我回头望 就见赫眼目光受伤 一直盯着我 我像是受了惊 匆匆回过头 赫眼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更炙热了 《平遥郡主》那一笑 让我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再加上我派去寻找阿姐的人传信回来 今年依旧没有寻找到阿姐的踪迹 焦躁和愤恨驱使之下 我决定将计划提前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平遥郡主关禁闭的第三天 查出了身孕 赫眼和平遥郡主重归于好了 为了这个来之不易的长孙 英国公甚至特地将我叫到书房 要我远离赫眼 以免又惹了郡主不痛快 时隔几日再见到赫眼 他看我的目光也没了从前的亲密 而是透着狐疑和审视 反倒是平遥郡主 他竟对我态度亲热起来了 好像那关禁闭的三天 将他那匠狐一样的脑子都速成行了 他端起了长嫂的架子 要我陪他去寺里替父中孩子祈福 他主动 大好的机会 我自然要赴约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蠢 他带我出来 竟然只是想当着赫眼的面拆穿我的真实身份 我都查清楚了 赫燕 不 你的真实名字叫赵燕 你是存心来报复我的 是不是? 后山的池塘边 平遥郡主护着肚子 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好歹毒的心肠啊 你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 亏娘和世子爷带你那样好 可你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搅乱这个家 让这个家不得安宁 余光瞥见假山后一脚绣着云纹的衣角 我伤心又疑惑 嫂嫂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你约我出来 就是想重新在我头上泼脏水吗? 平遥郡主吃笑一声 别装了 照样 我都查得一清二楚了 你来国公府的目的就是为了报仇 许青也是你劫走的对不对? 你别想狡辩 我泪眼朦胧 好 嫂嫂说我来国公府是为了报仇 那我报谁的仇呢? 嫂嫂又做了什么? 让我记恨至今 不惜辜负养母对我的救命之恩 也要报仇呢? 平遥郡主脸上的得意之色僵住了 我提起手帕是泪 在袖子的遮挡下 冲她弯唇一笑 轻声道 你猜对了 许青现在被我折磨得生不如死 你猜下一个是谁? 平遥郡主瞳孔振战 想也不想 就伸手来打我 你这个贱人 我顺势朝池塘的方向倒去 然后做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直接将平遥郡主拽了下去 啊! 平遥! 一入了水 我便假装拼命挣扎 实则扯着平遥郡主 使命往她小腹踹 平遥郡主神色惊恐 却又挣扎不开 只能护着肚子 面上浮现出哀求 可我怎么会放过她呢? 她不是宝贝这个孩子吗? 我就要毁了她的倚仗 我要她和我一样失去至亲 日夜受尽折磨 冰冷的湖水灌入我的口鼻 我很快失去气力 渐渐沉入湖底 但失去意识前最后一眼 我看到了平遥郡主身下漫开的血色 我好像又回到了三年前的那一日 江水滔滔 我看不见尽头 不知来处 也不知归途 孤独和冰冷裹挟着我 然而 直到耳边传来一声轻患 我睁开眼睛 正对上养母哭红的双眼 娘! 养母瞬间泪目 好孩子 你可算醒了 我昏迷了三天 平遥郡主醒得比我早 她的孩子已经没了 且往后再不能生育 痛心于这个好不容易盼来的长孙 就算是鹤眼说出实情 告诉她是平遥郡主将我打下池塘 而她是自己意外跌上去的 愤怒的英国公还是决定惩处我 她觉得我是杀害她长孙的罪魁祸首 在有平遥郡主身后的安国侯府施压 她不给我请大夫 决定将我扔到郊外的庄子上等死 养母不一 将大夫偷戴上来为我看诊 还决定和我一起去庄子上 就在我和养母离开英国公府这天 穷州来的贤王携贤王妃到访 不但是我 就连英国公自己也有些弄不清状况 贤王是当今陛下的亲弟 自八岁起便去了自己的封地穷州 与英国公府并无交集 她来做什么? 但眼下 贤王将在穷州盘踞多年的海盗一网打尽 立下大功凯旋 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 他也不会不长眼地将人往外推 这些本来与我无关 既然注定要离开京城 那么早一天晚一天也没什么要紧 直到我看见那位雍容华贵的贤王妃朝我走来 眼含热泪地唤了我一声 然而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 只觉得原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阿姐!阿姐! 我死死地抱着贤王妃的腰 哭得激进昏厥 我从未想过和阿姐重逢时会是这样的场景 我本以为我和养母去到京郊的庄子上 在应付平遥郡主想必会吃力许多 但阿姐一回来 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 一个是如日中天的王府 一个是早已没落的侯府 英国公是聪明人 她想也不想就同心对我堆起了笑脸 平遥郡主脸色惨白 恨不能用目光将我凌迟 可阿姐直起了她的手 温温柔柔地道 说起来 你还要感谢我妹妹呢 女人生子相当于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我妹妹帮你彻底绝了这个隐患 你保住了性命 可不是要感谢她吗? 平遥郡主脸色扭曲 嘴角忍耐到抽搐 可面对人高马大 威严端肃地嫌亡 她甚至连一个愤怒的表情都不敢有 好了 我开玩笑呢 阿姐柔柔地笑起来 面带歉意道 我妹妹确实做错了 我替她向你道歉 可是 我妹妹本性不坏 只是一时意外才犯下错事 你是她的嫂嫂 且容她这一次 平遥郡主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阿姐 我看着她那副神情猙獰的样子 忽然想到多年前 我求她为我阿姐做主 她一脸惋惜地说起许卿 阿卿本性不坏 只是一时行刹踏错 才犯下错事 不知道今是今日 她是否还能记起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 当晚 阿姐素在国公府 与我彻夜长谈 我这才知道 原来当年她听我的话 一路逃到了穷州 她改名换姓 结识贤王 嫁与她为妻 而我之所以找不到她 是因为贤王帮忙扫去了她的痕迹 这三年 她以为我早已死在许卿手下 所以一直都没有回京 而是费心经营与贤王的关系 想方设法搜集证据 为爹娘报仇 我也将这三年的遭遇告知了她 许久未见的姐妹俩抱在一处 说尽了这些日子的心酸与苦痛 我们终于能为惨死的爹娘报仇了 平遥郡主能因为一张脸包庇许卿这个采花贼 私下里做过的糊涂事必然不少 有了阿姐这个贤王妃做仪仗 我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收集全了证据 将平遥郡主做下的那些事捅了出去 因为极度 毁了闺中密友的容貌 害得一个名门贵女 只能嫁与贩夫走足 因为顽皮 纵马撞死了两个志儿 害怕事情暴露 拿钱将那两小儿的父母打发 又派许卿去灭口 因为心软 放走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恶人 害得一整个村子的人死于非命 没留下一个活口 因为正义感爆棚 劫富济平抢走了富商家的全部家财 将金银珠宝分发给山贼 任由富商一家被山贼乱刀砍死 太多了太多了 他仗着有家里给他兜底 又有鹤眼的宠爱 许卿的唯命是从 简直无法无天 众苦主联合起来告了欲状 不单是平遥郡主要死 就连他身后的安国侯府也不保了 鹤眼一指修书修了他 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他赶出了门 他一出门 就被刑部的人抓走了 负责他这桩案子的大人是贤王姐夫的师弟 我得意带着许卿去看望他 牢房里 他衣衫褂褛 神情呆滞 壮死疯癫 我笑起来 三年前 郡主可曾想过自己还有这一日 他眸光一动 面上却没什么反应 仍旧呆坐在地 我让开身子 历时就有人将不停挣扎的许卿往他身上扔 平遥郡主吓了一跳 慌忙避开 他看着地上那个浑身散发着恶臭 不停蠕动着的人 终于装不下去了 赵阳 你到底要干什么 当年的事是许卿干的 你要报仇你去找他呀 你找我做什么 明明是他荒淫无耻 卑劣不堪 和我有什么关系 地上蠕动着的人不动了 我冷冷地看着平遥郡主 怎么和你没关系了 你明知他伤害了我阿姐 却还要将他与我阿姐配成一对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子 你心疼男人 怎么不心疼心疼那些被他伤害过的女人 他们又做错了什么 被这个贱人这样摧残 越说越气 我一脚踹向地上的许卿 许卿身体一颤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平遥郡主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地上的人 阿!阿清! 许卿的手筋脚筋都被我挑断了 舌头也被我割了 他望着心爱的女人 只能张大嘴 无声地流着泪 而那个在他心中宛如圣洁的明月一样的女人 却突然疯了似地冲过来 抬起手就扇了他几十个耳光 都是你 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可能会招惹上那一对姐妹俩 我只是叫你给她们点教训 何时叫你将她们杀了 你自己管不住下半身 跑来要我与你做主 可怜我年纪小不懂事 竟真的被你哄骗去了 你害惨我了知不知道 都怪你 都怪你 我没有叫人阻止 只是叫人在旁边看着 不能真叫许青被那个疯女人给打死了 我还得留着她的命 慢慢玩呢 死对她来说太简单了 我要她长长久久地活着 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地活着 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惨死的爹娘 我阿姐 还有被她伤害过的许许多多的女子 平遥郡主死在一个冬日 是凌迟之行 刽子手一片一片地弯掉她的肉 她惨叫着 在痛苦与愤恨中断了气 我带着许青去看了 我很满意 问她 怎么样 想不想试一试 许青面白如指 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 她的眼中 早已没有了从前的轻蔑和不屑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京剧 好像我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女罗刹 不过也差不离了 我还要带着她去给被她伤害过的那些女子赔罪呢 辞别阿姐与贤王姐夫 我和养母带着许青在一个天气情好的日子出发了 她和英国公合离了 英国公和鹤眼太令她失望了 她不想再继续折磨自己 我对许青的抱负 她从前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阿姐回来后她知晓真相 也全力支持我要做的事 她将我当作她的第二个女儿 我也将她当作我的第二个娘亲 我们会拥有平静却幸福的一生 而许青 她将用余生去赎前半生犯下的罪孽 请不吝点赞 许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